大家午安 大家下午好 哈啰 大家午安 大家下午好 今天2024年1月16號 歡迎收聽古海飛揚 台北股市 今天拉回修正 那盤中最多早盤我們看到跌了超過200點 那很多人又开始可能又紧张害怕了 那在紧张害怕之余呢 有一群人呢 今天也是带着钢盔往前冲啊 那其实这样的投资朋友一直都有啦 他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反正每天就每天就是带着钢盔往前冲啦 那冲什么 如果可以带来财富 我觉得大家一起带来钢盔往前冲OK 可是如果可能带来的是一个高风险 可能前面是子弹哇到处飞 你根本闪不掉的话 你干嘛去冲啊 有些时候我讲过就是操作就是格局的问题啦 我不是批评很多人没有格局或格局小 不是 其实我所谓的格局就是说 你看待一档标的 或者是一个投资的一个市场 你看的到底是眼前的 还是未来 投资它不是投机 很多人把以为自己 很多人以为自己是在做投资 那我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就是 其实 其实很多人都只是在做投机而已 什么叫投资 其实如果你去问一些企业主啊 我们你去看你如果认识一些企业主的话 或者你本身你可能自己就是经营事业的一些企业的老板 那你可能现在听到我的节目 其实你应该懂我在讲什么 什么叫投资 一个企业他会去 可能要在某个地区 他要成立一个新的事业部 或者是要做一些投资的一个计划 投资的计划 那请问他看的是什么 他看的是为这个区块 这个位置的这个地区的未来的发展 还是这个地区已经发展了数十年的 已经已经是已经是大家已经竞争到 已经是那个利润真的是很难的 很难拿到利润的时候 他才切入进去 在这边做投资展店吗 一个企业主他真正能够把事业做大 其实我觉得很多在听我节目的听众朋友里面 很多都是某某企业的企业主 中小企业等等 那其实我讲这些的时候你们应该都知道 其实你们所经历的这么多年来的努力 有今天的成就 其实我觉得就这个眼光 而所谓的眼光独到的企业主 他可以看到一个市场未来性 所以他会提前先去做投放资金 投入资金做投资做准备 我先卡位 我先在这个地方设立一个据点 等等等等的 那他的眼光 为他带来什么 未来的一个营收的大爆发 这个区块他又看对了 他又提前先进来了 他不会等到一个市场 某一个区域的市场竞争已经到饱和了 他才在里面 在投入资金去展店 其实他不会这样做了 所以我说了 你去看 你去了解 或你在网络上面 或者一些报章杂志上面去看到一些企业主成功的经验 其实就如同我所讲 那他们累积到的是什么 就是财富嘛 是不是 那你在证券交易这个市场 你也是想要来这边当企业主嘛 对不对 你要当你自己资金的企业主 那请问你 你要怎么用你的资金 投入一个有未来要爆发的市场呢 那那个市场就是你所选择的标的嘛 这个概念其实很清楚很明确 可是我所看到的很多投资朋友 你根本不是来这个市场挑选标的的未来性 选择他的会看到他的未来性 而做投资前的投资 我所看到的十个里面有八个 非常高的比例的投资朋友 每天只看眼前 每天只去针对眼前所看到的 去做一个追价 追买 完全不顾虑什么叫风险 那你觉得这是一个经营事业的格局吗 我今天给各位另外一个观念 三个月前 我跟各位报告一档标的 三个月前我在讲的时候 认同的人相当的少啦 所以我常常讲 我说在整个市场来比较的话 我的会员人数 真的不多 远远不及那些所谓的名师名嘴 或常常上一些通告节目的 或者是请主持人的这些分析师名嘴们 那可是我说过了 我跟各位报告的标的 耳后都是现在你们看到这些名师名嘴 去追逐的标的 三个月前 我讲了一档标的 三个月后的现在 大家都在吹捧他 那你说那老师你应该会员人数很多啊 很抱歉 当然不是 我其实我已经讲 我其实我常常讲 我说这就是我的事业了 好那你要怎么去经营你的事业了 很多人想要在极短时间内 招到收到大量的一个一个投资朋友 收到大量的一个会员 可以啊 当然可以啊 那是最棒的啊 但是你要怎么去怎么去 达到你这个要这个期望 对不对 那我就说我的做法跟别人不一样 我又拿我们正确 我说我做交易员 我们做交易这么多年的 我们怎么做 我就带给我的投资家族传有 我看到什么 我觉得他的未来会如何 我就先跟你报告 先跟你提醒 带着客户先布局 这种做法 其实他的获利是最大的 他的获利是最大的 他的交易成本是最低的 风险是最低的 可是获利是最大的 但是 最没有 我毕竟我个人也觉得蛮好笑的 但是他是最不受欢迎的做的一个节目 也就是说他是最不容易 所谓的一个招收到会员的一个做法 你说他奇怪 明明赚最多 风险最低去拿到最大的获利的这种做法 可是你的会员 招到会员的人数 却不可能会是最多 为什么 那你觉得呢 我就问你 你过去加入了什么会员 你加入了哪个老师 我问你 是我吗 绝对不是 那为什么当初你没有加入我 是加入某些头顾分析师 然后你加入之后 你现在可能有一点点后悔 那当初你加入选择别人的那个原因跟理由是什么 那个原因跟理由就是吸引 吸引大众想要加入的那个点 每天的强势股 当时的最强的股票 最热的股票 他们都有 这个就是吸引会员的最重要的点 可是听众朋友呢 投资朋友呢 你不会去想 这个标的在三个月前 子杨老师已经在节目中先预告过 带会员先布局了 他们已经赚了超过一倍了 你们现在才带我去追 你们不会这样想 你们只会看到 这个老师讲的股票 这个礼拜很强势 很棒很厉害 对不对 可是你们都不会想到 三个月前去买这样标的的人 现在赚了一倍多 你们才去追我们的股票 因为大家是健忘的 投资朋友是健忘的 所以三个月前我跟你讲什么 开始布局 你已经忘记了 三个月后 我跟你讲的标的已经标了一倍多了 热起来了 热起来了 投顾老师纷纷较劲 喊劲的时候 你会认为他们好棒 他们买这些标的都很强势 对不对 殊不知你们是冒了一个高风险 在挑战获利 我们不要去挑战获利 我们是做投资 我不去追逐强势股热门股那种投机行为 我不做 为什么 因为 我带的不是我自己的资金在做 我带的是全部 全部我这边信任我的投资朋友 会员朋友的资金 帮他们安排标的 展开波段的获利 没有任何人报名入会之后 希望拿到这高风险的交易 没有绝对没有 你懂吗 没有任何人报名之后 希望每天老师带我去追当做最强的热门股 没有人想要追热门股 如果这些报名的会员 他们能够在三个月前先买到一档标的 现在到这个礼拜这么强悍 已经涨一倍多的话 他们会怎么选 他们会告诉你 我愿意选三个月前 带我逢低 摆在谷底的那个标的 起涨的波段买点那个人 可是他们已经先报名了 这些所谓的一个名师名嘴 所以你要去比较的话 我讲过的 我的人数绝对远不及他们 但是我说过 我带你们做的标的 买进的时间点 绝对是最好的 最棒的 这个就是 你 这个就是我讲的 我对我所做的任何一切 对得我自己的良心 我不会说我自己告 自己很明白知道 是我今天买这个标的 并不 已经是涨了 涨了八成 从底部上来 已经涨了八成一倍了 涨了三个月 涨了四个月了 我还带你去追 违背我自己的良心 这种事我不做 我如果说我自己在做交易员的时候 我都不可能会投放资金去买的标的 然后我却带你去追逐 只为了上节目 吹嘘炫耀 绩效 那是处于违背良心的作为 我不做 好 所以我说 其实我今天节目一开始就是一个感触 就是一个感触而已 为什么讲这些 但我今天看到这个股票今天又大涨又创破断新高 每个老师都说他很棒的时候 其实 我的想法就是刚刚我所讲这些 投资朋友 要的是什么 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明白 我能给你的 跟别人不一样 但是我能给你的是什么 你真正最内心最深处你想要的财富 只是你愿不愿意把格局放大 用一个企业组投资一个未来要有开发发展的 潜力的一个市场的这种角度去投资证券市场 6695的心鼎 今天又创高大涨逼近涨停 他是神盾集团的股票 神盾集团昨天说神盾又中大讯息 又跟你说他并购了新的一个公司 扩大版图 好 那利多解读 今天神盾 神盾这档标的是跳空涨停 没有错 不用怀疑 绝对是如此走 但是旗下的这些子公司团队成员 这些这些上市柜的公司 一个一个也上来了 全市场的分析师都在喊神盾集团 神盾集团 神盾集团 所以我今天感触很深的 就是三个月前 我在讲的时候 投资朋友 你有 你有听进去吗 你有想要去 咀嚼一下我所讲的 每一次 每一次所跟你预告的事情吗 如果三个月前 你就跟我做好的准备动作 现在你得到的是什么 我恭喜你 我们的心顶 已经赚了将近1.5倍 你懂吗 而不是你今天加入你的老师 纵使他带你追心顶 今天大涨了 你真的追了 因为他今天又创高了 所以你真的有赚钱 你还是有赚 但是呢 你今天同样得到心顶 恭喜你获利 获利赚钱 等等的讯息之前 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你应该是有机会 三个月前 你就应该持有心顶 你今天不应该只是赚那个10% 15% 你今天应该赚的是多少 150% 我给你看 你看我节目给你看的K线图 就跟别人不一样了 你有没有发现 来各位先看一下这张图表 这张图表一样 我给你看都是月K线 都是月K线 这就是格局的问题 我一档标的 我既然决定要开始布局他了 带了会员去锁定他 开始布局投放资金的 我看待的就不是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了 就是要月切线的一个波段趋势行情 所以我会带你买的位置 绝对是一个趋势角度而言的一个 准备转折起涨 波段起涨的那个月份 那个月份 要准备起涨的那个月份 所以三个月前的心顶在这里 当时的心顶价位在40块上下 40多块 后来慢慢向上推之后 有一个拉回蛮明显的拉回 55块左右 55块上下你可以再加码 40块也好 55块上下也好 到今天 我目前所看到今天的高点是在99块半 以这样的一个幅度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涨幅1.4148%将近150% 这是我们的做法 这是我说过 唯一能够真正要累积财富的人 他应该这样做的做法 可是你却看到这个月 因为你看月线拉一根长红 对不对 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月很热了 可是你却看到是所有的投顾分析师 都在这个月在这个区块里面 这根长红棒的高涨这边去追去抢去追去抢 赚到5%8%10%就恭喜会员大赚 恭喜你们好棒 选对老师 你所得到的是这种资讯 可是你当你在得到这种恭喜的时候 你可能心里觉得开心有赚到钱 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你面临的是什么 这么高的风险的操作 得到了一个有限的获利 你选择的是这样子做 那如果一不小心根本追完之后没有上去 他反而休息下来一个月两个月休息呢 你受得了吗 当你是这样做的时候 你要想的是你不能一直往好处去想 你要想的是如果哪一次摔跤了 那摔下去不得了 尤其你之间大的听众朋友 你一摔跤一次买在这种位置 买人家长了三个月 长了1.5倍之后 你去追下去之后 你到那一次不是成功而是摔跤了 那一跤摔下去 可能你就爬不起来了 所以任何的企业主在做 在选择他的 要新开发的市场 要展店之前 他要看考量的点是很多的 那这个就是企业主 他们独到眼光 对不对 每个企业主可能考量点都不一样 那这个可能就是 这个就是我业子养 我没办法去 去跟你说他们在考量什么 因为他们有企业主 他们有他们的一个专业 眼光独到 可是你如果跟我证券投资 我可以告诉你 在这种位置去考量买什么标的 我可以告诉你 你应该在什么样的前提之下 把资金投放在什么样的位置标的之下 那你可以看到这一档标的未来性 我们看到它的未来性 这叫投资 买完之后不是说我今天买明天就要怎么样 我后天买大后天就要怎么样 投资不是这样看 要赚钱是要花一点时间 三个月时间就差不多了 你看 心顶底部上来大概三个月的时间 就1.5倍 所以我今天看到很多人讲心顶 在追心顶的时候的同时 我有感而发的是我只想要问你们 三个月前你为什么不买心顶 三个月前你为什么不认同我的心顶 一样啊 645 6451的这个讯心 矽光子 去年五月 去年五月矽光子在这里 有没有看图表 去年五月你为什么 我跟你讲这个讯息的时候你不认同 后来九十几块再加买一次 八十几块第一次买点 九十九十五块第二次买点 到最近一次就一月份 就这个月月初有141块一个第三次买点 到昨天冲着198块200块 最近这一次都赚超过三成 那这一波上来原始单到这一波上来 已经超过已经超过1.2倍 你看每一档标的都给你一倍 一倍一倍一倍以上 那这样做法 他难道真的赚不到钱 累积不了财富 不可能 我带给各位是这样的做法 那各位去选择 去想一想 去思考一下 什么样的做法 是对的 格局 格局决定你未来的结局 格局决定你未来的结局 这是我做了这么多年的交易员 亲身经历 累积的经验 告诉各位 为什么我带你做这样做法 因为这样做法 会赚到财富 为什么我不带你去跟市场上那边 一窝蜂的追热门股 那种做法会收到会员 我讲的很实际 那种做法会收到会员 可是 得不到会员的心 但我这种做法 我的会员人数不如人家 可是 人家会得到财富 所以 你要怎么经营你的事业 还是很多分析师 很多分析师或许 他们根本不认为 这个是他的事业 但我至少 我每天做节目 我觉得就是我的事业 那我要怎么去经营我的事业 我有决定权 我拿我过去交易员的经验 超多的经验累积 我要复制在 每一个认同我这个做法的朋友身上 鸭子滑水 一步一脚印 时间久了 大家都知道谁是真谁是假 好 那 现在一月份 这个月一月份 什么样的企业 在台北股市 什么样的企业 一月份会是他今年2024年的 每一个月每一个月来看的话 一月份是今年度的最低的 股价最低的月份 在这个月出现的标的 是什么标的 一定是伴随他的企业的营收 EPS预期 有没有 伴随这个 如果他的EPS今年是向上推 营收预期毛利率会增加的话 那股价怎么可能会 继续向下沉沦 所以什么样的标的 在现在一月份的股价 还是进入谷底准备转折的最低的位置 月份 那我现在一月份买的标的 我今年铁定大赚 波段 对不对 所以一月份 这个时时刻你要买什么样的标的 请你 请你 跟我联系 欢迎你 认同我 希望你能够认同我加入我们 好 让我带着你布局波段的标的 有兴趣加入我们的 那请你利用咨询专线拨通 跟我联系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